从边陲到核心,从东部到西部,期待有一条更顺畅的交通管道,台九县南回公路拓宽改善工程后续计划,环平大会有条件的通过,此次经费总共花费了168亿。 早上在台北环保署,就是我们台九县托宽工程的环平大会,在11点半我们接获公务处州处长的来电,已经通过了,就是照出审小组的意见通过。 也就是说,跟上一次一样,就是有条件的通过。 而目前工程主要分为两个计划路线,香兰到金轮全长5.1公里,以三车道的方式规划,而在金轮大鸟全长有13.94公里,以四车道的方式来规划。 而另外在安硕道草浦路段,则以隧道、桥梁以及路提方式建构,原线以双车道布设,原长15.7公里,经由节湾取直的方式,缩短了4.6公里。 而在环平条件部分,一,废弃土石与离风时段运送,二,海岸生态工法安全纳入监测计划,三,入死效应调查至少要两年以上。 那在旅馆业的来说,你觉得有没有一些防住? 那当然,在台东来讲,基本上就是靠观光,那观光就是主要是交通要顺畅,那很多因素会造成说,进来的话,如果是大年节,大假日,可能就会大塞车。 那如果说,一般的时间,如果说一不通的话,路易不通,那整个台东市等于是,没有客人。 目前看来,计划已经上路了,不仅方便用路人的便利性,更提高了此路段的安全性。 以上新闻是由东台新闻部,郑慧如张一辰的报道。